好,我们今日继续针对 难陀晚之后就安难陀了 安难陀 我们中文就叫做庆席 又叫做无染 是我们释迦祖,释迦摩宁佛的堂弟 白范王的王子 在释迦士尊坐下的诸大地之中 后称多文第一 多数的地方都减去了一个难制 而称它为安难了 安难两个字 我们欢译成我们中文就叫庆席了 为何呢 因为它降生到人间的时候呢 正是释迦摩宁佛成道的第一天了 出家修行的王太子成了道 王宫里生了王子 这两重喜事呢 全部都在晉饭王的王宫里面了 晉饭王也特别的高兴 所以我们为他取名叫庆喜 为何叫无染呢 因为安难出家以后 曾经随佛陀 是真到了天宫到龙宫 这些地方不但是宫殿呢 威威威的银香 就是连我们女孩子都非常漂亮的啊 要超过我们人间的女人 好几百千万倍了啊 但是安难呢 都对这些秀丽 非常美丽的女性都完全 任何的诱惑性的都不会在安难的心理上有适合的人物了 所以他就叫做无染了 所以那眼睛说 他在摩登前里守护呢 几乎回了戒体啊 就是方便视线 借此机会呢 让我们能够了解到阿弥陀经当中 我们所谓提起的那眼睛了 那留下来这个守护眼大定的羞耻方法 这就是我们安难呢 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地方 那安难呢 在王宫里面享受了二十几年的高贵的生活了 在二十五岁那一年呢 我们世尊就感化他出家了 那世尊他就在世尊的旁边当侍者 安难出家的时候呢 距离佛成道呢 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 所以他出家的时候 对世尊唯一的要求 就是过去二十五年已说过的法 就是一一的再重新的为安难补习 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要求一一都答应了 那安难真者呢 他的记忆的确特别的不一样哦 特别的不一样哦 所以他就将佛在二十五年所说的法呢 当世尊的期间呢 就所听到的都一一的记起来了 真的是了不起啊 是一个博文多记的一位多文第一者 世尊就称他是多文第一哦 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后呢 他就遵照加社尊者的指导了 把世尊所说的教法 一一的都结起起来了 结起起来了 因此呢 这个佛教 这个佛教里面呢 有针对这个是安难嘛 在我们佛经里面当中 我们会有这个殊胜的因缘 其实我们感恩也是安难 好安难 那相对的呢 本来我们也是没有女孩 女人出家的 也是因为 安难就是 求着佛的 所以要佛就曾经跟安难说了 女人只要一天出家 会灭法五百年的 所以这时候呢 因为安难速度的要求呢 佛本来是没有办法答应的 但是经不起安难的 反复的不断的祈求跟辩论了 所以佛就立下了这个八经法 允许我们女孩子出家 所以我们女生就是要非常感恩 我们能出家真的都是感恩尊者 安难尊者 那相对的加社尊者 受了世尊的嘱咐呢 传佛的心意 就是禅宗的第一祖了 那加社尊者后来 也就是传给安难 所以安难呢 不但为我国 在传法当中的 第一人 更是传宗的第二代祖师了 所以摩戒提过 阿瑟士呢 最崇拜的也是安难尊者 那阿瑟士常常听到 许多大尊者入门 但是都没有亲眼见到 所以他曾经跟阿难有约定 只要尊者阿难要入灭之前 以必欺要全人来告诉我 所以当我修行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